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们认为白天只适合工作 夜晚才是生活的开始 哪怕困了也要玩手机到凌晨三四点 再一觉睡到下午醒 每天祝福夜出像蝙蝠一样活动 一定有吧 说不定还欠过多次不听 但他们并不知道熬夜对身体会产生多大的伤害 随着生活条件好了起来 熬夜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熬夜 熬夜本身都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事 时间久了伤害更大 中国睡眠医学协会调查显示 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习惯 90%的年轻人猝死 脑溢血 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 这份调查虽是针对年轻人 但人到中年 因为生活压力的增加 熬夜的频率也不少 这份调查显示也同样值得我们警惕 正如作家冯唐说过的 身体是老天白白给你的 但不是让你用来白白糟蹋的 2018年 国际时间生物学杂志发布了一篇重量级文章 英国生物样本库中作息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系 这项基于英国生物库中将近50万人样本的研究发现 晚上不睡 早晨起不来的人 比早睡早起的人死亡风险高出10% 熬夜是一种假勤奋 看似每天的时间多了 其实是在透支第二天的时间 而第二天又会来透支第三天的时间 熬夜没有好处 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 那就是省下一顿早餐的钱 但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国外学者曾花费五年时间 研究了177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 得出一个结论 99%的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 比尔盖茨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忙碌 早起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李嘉诚在80多岁高龄 依然保持早起的习惯 无论多晚睡 第二天早晨6点都会准时起床 作家《村上春树》也是如此 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四点起床写作 从来不用闹钟 南淮景说过 能控制早晨的人 方可控制人生 一个人如果连早起都做不到 你还指望他这一天能做些什么呢 古人云 一日之际在于晨 一年之际在于春 早上都抓不住 怎么能抓住当天 早起的人比熬夜的人更强大 也更可怕 因为他们往往更自律 更积极 亚里士多德说过 在天亮之前起床是个好习惯 这将有助于你的健康 财富和智慧 不熬夜 勤起早 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 这里我整理了八个 第一 时间更多 早起的人比睡到天昏地暗的人 每天要多出好几个小时 不积魁步 无以至千里 滴水终究会穿透石头 每天的几个小时 就是你超越同龄人的捷径 第二 状态更佳 坚持早睡早起的人 精神状态更佳 记忆力更好 脑袋也更清醒 无论做事成长还是其他 效率都要比熬夜的人快得多 第三 身体更好 自古以来 人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跟随着大自然的规律来生活 体内的生物中 早已经习惯了如此 如果熬夜的话 生活不规律 作息紊乱 身体就容易出现疾病 而前面的研究报告结果中 也还提到了 熬夜容易猝死 脑溢血 心肌梗塞 坚持早睡早起 也就降低了这些风险 第四 情绪更稳定 长期熬夜的人 容易心悸 焦虑 喜怒无常 而坚持早起的人 作息有规律 心态积极 情绪也更平和稳定 第五 增强免疫力 熬夜会让血压 胆固醇含量升高 给身体带来压力 这样的生活节奏 也会一定程度增加患癌 或者其他心脏类疾病的风险 所以 杜绝熬夜 早睡早起 让血压保持在正常水平 提高自身免疫力 这才是最好的养生 第六 比同龄人年轻 坚持不熬夜 早睡早起的人 没有黑眼签 皮肤也比熬夜的人要好 长此以往 颜值上会慢慢 与同龄人拉开距离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不求长生不老 但求同龄人 敌我老 第七 更靠谱 早起比熬夜更可怕 熬夜可能靠忍耐 但却对身体不负责 而早起靠的是自律 以及对身体的珍惜 一个珍惜自己身体 每天坚持早起的人 会让人觉得更靠谱 靠谱 就是最好的口碑 第八 吃早餐 民以食为天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应该是一份 美味可口的早餐 早起的人 每天可以享受一份早餐 哪怕只是简单的油条豆浆 也都是一种享受 在众人皆睡 我独醒的环境下 这份早餐 会更美味 以上八点 就是坚持早睡早起 带来的好处 人生如果是一百岁 就共有八十七万六千小时 与其在睡梦中挥霍掉 不如早点起来 享受多一些时光 睁眼过生活 才是对时间的尊重 愿你也能每日早起 享受清晨的 第一缕阳光 如果你身边 有谁熬夜 睡懒觉 不妨将这八个点 告诉他 第一眼见你的时候 你就在哭 梦梦的我 少做错 然而你每一个小动作 都会让我特别幸福 再后来就慢慢地不再苦恼 自己学会了走路和奔跑 然而你每一次的跌堂 都在我心里泛起波达 未来的路 未来的路还有很远很长 亲爱的宝贝 你不用惊花 我相信不管有多大的风浪 你都能自己依靠 未来的路 未来的路 还有很远很长 亲爱的宝贝 你不用彷徨 如果你是在委屈的时候 别怕 在爸爸的肩膀 溃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